大家好 欢迎收看快乐时刻 我是主持人Sarah Sarah最近决定要减肥 因为每次上镜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胖三圈 可是录节目又一定要吃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该怎么办呢 不用着急 因为我们今天找到了一家 要好吃又可以吃出健康的店 是什么样的店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走 说到吃的健康免不了提起素材 现如今的素菜可不只是青菜豆腐那么简单咯 素食业者会根据大豆蛋白的特点 将豆腐 面筋等食材做成仿肉仿昏的素食品 大大满足了人们素肉共享的心理 今天快乐时刻来到一家喂鱼配喵的素食餐厅 听说这里的素菜做得相当传神 等Sarah来为大家尝尝看吧 大家不要以为Sarah今天又要胡吃海吃大鱼大肉了 其实在我们面前全部都是素菜 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就是这个古老肉 光看这个肉丸子感觉特别的香嫩吧 不过它可是豆腐做的哦 现在就我们来尝一尝 这个古老肉的口感是属于外面裹着一层浓浓的汁 这个浓浓汁的味道是酸酸甜甜的 再配合上我们的菠萝的口感是属于那种非常爽脆的 所以吃在一起非常的棒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不妨到这里来试一试 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脆皮素烧鸭 光是看它的外形和闻起来的味道呢 你是完全分不出它是真是假 因为感觉就真的像烧鸭 但是它也是用豆腐做的 哇你看看这个样子 感觉外面就一层酥皮啊 里面就是鸭肉啊 根本就分不出来 那我来鉴定一下它是真是假哦 老板你是不是在骗人啊 这明明就是烧鸭好不好 不管是从色泽上面啊 还是从口感上面你是完全分不出 它是真的烧鸭还是假的烧鸭 不过呢曾经有客人到店里跟老板说 哎你这里烧鸭是不是剃过骨头来给我们吃的真烧鸭呀 我跟你讲我只吃素的哦 但是大家可要放心 这个完全是用豆腐做的 再配上我们下面这个油炸的米粉 哇口感真的是太好吃了 香香脆脆的 嗯再来一块 这里的素烧鸭几乎是每位到店的客人必点的菜式呢 是完完全全的豆制品 枝浓爽口 美味一百分 说它是镇店之宝也一点都不为过呢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喜欢分享的就是一点海鲜类的产品 干烧大明虾 但它的样子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大虾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但是口感上面绝对不同 因为它的原材料是蒂若 对于女孩子来说简直是盛品 因为它减肥啊 所以赶快让我们来尝一尝 嗯这干烧大明虾入口的感觉就好像在吃QQ糖一样非常的有弹性 而且呢它这个味道呢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蟹棒一样 嗯很好吃但有海鲜的味道 我觉得是属于老少介意的菜式哦 吃过了正餐也不要忘记来些甜点哦 接下来就推荐给大家这道蜜质奶黄饺 哇看起来就是我的最爱 外面一层酥炸的感觉 里面呢又是奶奶的 所以呢一定要放到我的面前 让我一次性吃更高 嗯这个蜜质奶黄饺的味道真的太棒了 而且口感是非常的丰富 外面一层酥酥的 是经过油炸的 不过呢大家可以放心 这个油炸的油脂成分呢 是完全采用的植物油 里面的这个馅呢 也完全是不含任何的牛奶和鸡蛋的成分 但是到底是什么成分呢 老板说是秘制的不告诉我 嗯Sara但是吃出来了 已经有这个椰丝的味道 不错不错 我相信吃素不仅仅对于自己的健康是非常的有好处 同时呢也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作用 希望大家跟着Sara一起来推广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么电视机店的朋友们 如果你没有吃素习惯的话呢 也不妨尝试着每周吃一到两天的素食 有句话说的好投资什么 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更重要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 如果你对我们节目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或者是说发现了新的美食地点的话呢 都欢迎与我们取得联系 联系方式呢就在屏幕的下方要记清楚了 好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by bwd6